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Bob 我从02年开始就在多伦多从事电供材料的采购和销售 期间结识了许多优秀的电供朋友 和他们一起合作完成了许多电供项目 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主要是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年来 电供材料的采购安装和使用心得 以及一些电供朋友在安装这些材料时候的喜怒哀热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就是Delta公司的一个商用变压器的产品代码 这个大家不需要去看 我们只是一旦而过 这个代码里面你看变压器最大Log是300kVA 然后适用于15、30、45kVA的三项 和15、25kVA的single face 都可以挂墙 就是45以下 kVA三项以下都可以挂到墙上去 它有那个bracket 然后75的三项 75kVA以上的 还有单项 37.5kVA以上的 它都是放在那个装在地上的 floor mounting 然后代码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Delta的 DA6075V DC2050 DA就是aluminum DC就是copper 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 好我们再看 通用变压器 通用变压器 其实通用变压器 这是他们内部这样分的 它是有什么样的呢 用于标准应用配电盘 线性负载 这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刚才那个商业变压器 描述是一样的 也有 铜线圈 铝线圈 标准的三水 REAL防水的外壳 10年varranty 10年自保 然后10kVA基本绝缘等级 一二次绝缘都是这个水平 然后环氧素质工艺来制造的那个封装 然后2019年最新的节能标准 那个呢就是接线端子 最大也可以达到300kVA 好 通用变压器的一些特性 提供三项单项 提供常用电压标准600伏480 240 208 120 标准的KVA也是15到450kVA 然后 电压后KVA可根据你的需求进行修改 这个呢就是刚才看到的标准的可以通过柜台销售的型号是不可以的 正常的就是15kVA就是15kVA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通用变压器呢我们就可以直接 你打电话或者发E-mail过来 我可以要定做 这就是通用变压器的特色 你想要275kVA我都可以帮你做 然后你说Primary我不要600伏 我要575伏 然后刺激电压不要400 480伏 我要400伏 这都可以的 然后那个也可以你自己选配 还有颜色 外壳标准 这些都可以做 根据你的提供的要求 包括添加温度计呀 特殊的防震电啊都可以 好 通用变压器的那个 外壳和端子特色啊 它也可以集成上墙 大家可以看到 有集成墙支架 最高45kVA 那个跟刚才那个 商业变压器是一样的 75kVA三项以上 50kVA单项 以上 只能放在那个地面上面 还有这些都是 整体化的嵌入孔啊 就是我们说的knockout 线圈上方为低压垫子 低压端子便于连接 高压端子都在下面 这个就是 通用变压器的产品代码 这是Data公司自己内部的一些编码系统 大家可以不看 这个就是我们稍微熟悉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16位的编码系统啊 温森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一下就是 他整个 同样的产品差两个字母就换成另外一种产品了 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可以不看的 这是他的那个编码系统的一个表格 就组合式表格 好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我们下面看自我变压器 什么叫自我变压器 自我变压器呢是和 给单个负载使用的理想产品 适用于 480伏 电压的美国设备或者 416伏 欧洲的 设备 适用于线性负载 可用 同 铝线圈 最大可以做到1000KVA 然后每项一个线圈 新型连接 触及和次级之间 没有绝缘 其实 自我变压器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自我变压器的 初级端 然后这个是自我变压器的 次级端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共用一个 这个端子 共用一级 这一级呢就是所谓的 我们就说的neutral 它是这个次级部分 属于高压部分的一部分 它们之间是 不是隔离式的 是有直接的电接触的 我们知道变压器的原理就是 那个 Isolation 就是隔离式变压器 这两个 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 是完全隔离的 通过电流护杆 把电压 把电压传到 下一级的 而这个呢不是的 这个是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电压和KVA根据你的标准进行调整 这个2019年的那个 节能标准对他来说不适用 所以说 自我变压器是 不属于2019年 NRCN加拿大的 节能标准里面的产品 不受那个约束 好 这个是自我变压器的产品代码的 组成部分 怎么来组成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也是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好 关于这个第二部分 Transformer 那个基本理论的102 我们就算讲完了 大家熟悉一下就行了 最基本的就是知道这个 变压器的 商业变压器 普通变压器 通用变压器 然后自我变压器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讲的内容对你有用 请按红色订阅按钮 并按小铃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尽快答复 也许我们下期视频的主题 会因你的问题而产生 谢谢大家